各位明州 各位明州的讀者朋友們 等一下 各位明州的讀者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Ella 陳佳華 我今天很不一樣吧 沒錯 我在裝氣質 這也是一種說謊態度 那我自己平常的穿著呢 就是T恤牛仔褲 其實就跟大家一樣 我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然後我喜歡穿得很舒服 很自在這樣 那我最近迷上了一種 這種涼鞋你知道嗎 我最近迷上這種涼鞋 只是因為它功能性極佳 然後呢我在穿著的過程當中 我感覺到我的拱弧 就是這個地方 我的這個拱弧 被緊緊的包覆住 我就覺得喔 原來我的拱弧 我的拱弧 也可以這麼的被保護者 這麼的被愛著 所以多年來我有點虧待我的拱弧 所以現在這陣子 我要好好的照顧我的拱弧 哈哈 其實我覺得四套都 衣服都很漂亮 但其中有一套是那個 動物皮紋的那種 但它不是動物皮革喔 它不是動物皮草 我是不穿皮草的 然後它那件衣服呢 我覺得那個衣服 因為它是一個有點襯衫式的皮衣上衣 然後配一個短褲 然後加一個靴子 我覺得它很像我 那個風格我就是 詮釋起來就是 可以盡情的耍帥這樣子 但是其他三套我覺得 也都非常的漂亮 像我現在身上這一套呢 它是金色的一個蓬蓬裙 然後它是鏤空的 所以你會有一種 若影若現的性感 然後上面我們就是配 就是一件這個襯衫 搭一個小領結 所以它有一點點古典風格 所以我們在妝容的上面的造型 也故意的刻意去 符合這套衣服呈現出來的感覺 這一次呢 我拍攝了謊言遊戲 這部電視劇 它雖然是在偶像劇的時段 可是but 它不是偶像劇 因為裡面所有的演員都是實力派 只有我是偶像派 兼具實力派 而這部劇呢 它是比較像是寫實概念劇 劇裡面的我飾演孫真 一個失憶落魄的作家 希望能夠靠著寫作 來養活我自己 來成名 然後 奪利 但是呢 它一直無法完成自己的夢想 可是突然有一天 它有一個機會 可以踩著一個人的名字 往上爬 而它接受了這樣子的一個誘惑 那但是它的原因 出發點 是一份愛 是一份對家人的愛 然後以及 對自己欲望的 一點點的 you know 貪婪 但是這個雪球 越滾越大 然後它就這個謊 一灑下去 就只好一直灑下去 最後它甚至覺得 它自己就是真正的 那個作家這樣子 10月5號 星期日 晚上10點鐘 千萬別忘了鎖定 中式的黃金遊戲